过来已经是第三级境界 很多工家机关都正式 让我办公的所在 由生班人员在设央来协助民众办理业务 减构风业和行政效率 上次消防困队特别利用 会期材料来做这个家人 而且让他称赏家里的衣 也挂上处暗和民族 透过这个全土的装备 来减化地方民众的风业意识 过来已经三级境界 很多工家机关都正式 让我办公区 由生班人员在设央通风的所在 来协助乡亲办理业务 这边留姓名签名部了 另外一个部分 有危险的扫描和控 然后做登记 除了就是政府的方案进去 双方小红困队门口 近年杰德约委 请到红河沙 掛出暗和透明明大的人 减我一看才发现 这是会主带所制造的基人 小红困队其实救灾救火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些 报废的水袋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水袋 来做一个假人部分 这个水袋原本 我原本用意是要来做 犯队团队能做耗氧训练 抬假人需要使用 那因为进行 希望说他除了这个公用之外 也可以把它在犯队门口前 然后做一个 类似一个造型的一个部分 那可以随着季节 不同季节 不同应景 小红困队不同的宣导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像近期若是疫情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用那个训练的防疫装备 做个打扮 那也带个口罩 那善意提醒 如果民众看到 记得要戴口罩 请洗手 注意防疫 民众民分队充这次 原本只是破掉会不利用的观念 将会起的最大 开来做成家人 放在门口 有话跟办公民众的鼓励 配合权进行无限的宣导中办 这次因应已经严重 既旁这样的总理宣导 让专民优感 提醒大家 红衣意识 这中华新闻也红无 算是彩虹报的 感谢观看